地上的狐狸朝着手上的乌鸦喊道 乌鸦,我们交个朋友吧 乌鸦坚决地回答道 可我才不会上当的 狐狸说 我是真心的 狐狸回答 别骗我了 你和那只老鹰一样 狐狸说 老鹰,什么老鹰 以前有一只老鹰最喜欢这叫娘 他年轻的时候做了不少坏事 我们鸟类都不愿意接近他 后来他老鹰飞不动 再也不能像一天一样不获食物了 于是他装起好人 主动向小鹰们打招呼 和他们投交情 等小鹰们放松紧接时 就会扑上去 将它们做死 然后吃掉 他就是利用这种 假装和善的方式 来捕猎的 现在的你和他一模一样 和将好被盖的性能 你像你这种恶毒的狐狸 是不会有伤心的 乌鸦气愤的说道 爱你误会我的狐狸 继续狡辩 乌鸦又说 你现在的你现在嘴巴 是让心在嘴上 说想和我交朋友 其实是想想等我飞下来 好吃掉我 你休想得成 我现在身强体壮 随时都能整齿 飞高飞 你是抓不到我了 我劝你还是死了 这条心吧 而且你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只会落得像小马鹊一样的象征 后第一万小马鹊的象征 他怎么了 不要说 很久以前 有一只小马鹊 有一天他出去 遇见了一群绵羊羊羊群的规模很大 绵羊净净净的水风壮观 他便停在树上观看 这是一只巨大的老鹰从天而降 像箭一般从天一样 群羊群 抓起一只小羊便飞走了 这一幕看着什么 却目瞪口呆 情不自禁地 想着到鹰可真为佛 一下子就抓走了一只小羊 要是我也能像他一样就好了 心里也是这些 小马鹊也是放心 他甚至不自不利样地说 老鹰能抓起小羊 为什么我不能呢 难道我的力量比不上老鹰和他能做到的我也也能做到 不我要做到比他更好 抓起小羊 他抓起小羊我就抓大羊 于是他开始观察了羊群 寻找烈鹿群火转马 去肯定了一只肥状的大羊羊 最近他拍大翅膀 学着老鹰的模样 从井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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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还被羊群残住 而无法脱身 这时候明年正好如果看见小马鹊的样子 觉得十分好笑 再加上刚才他和他的小羊被老鹰捉住了 就把怒气都放在小马鹊身上 他一把抓住小马鹊 就断他的肩膀 要先帮助他的脚 送给自己的儿子当玩具 孩子玩的一会儿 觉得不好玩 就把小马鹊弄死了 他问羊群 父亲应该给我的玩具 叫什么名 牧羊群青年地说 不过就是一只不知天高地后的马鹊 把鸡群想摸放到鹰 抓走我们的羊 这些太可笑的弄死 算他活该 在羊羊讲完马鹊的故事之后 又被狐狸说 我分成一个动物外脑地 去做比例强大的动物 否则怎么死都不知道 狐狸被羊鸡的浑身发动 说不出话来 结果很狠等了羊羊一眼转身走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